这个系中心 我们学习 不能不知道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可能的提高警觉性 所以进宗的修学 跟这些法门全部一样 进宗是他立法门 完全粮靠佛菩萨 为神价值 不是自理法门 这个别教讲的 完全靠自理 知道自理真难 进宗的修学 就是提醒佛号 方便太多了 念头采取 不管念头是善受我 善念 善善道 我念 善我道 总而言之 都是造轮回忆 自己一定要 念佛 往生进度 这叫敬业 我们每一天 从早到晚 是敬业度 还是轮回忆 还是轮回忆 如果这一想 敬业少 轮回忆 那就麻烦了 我们的往生 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临终 临终 祝念 就非常 重要 临终 祝念的那个 语言 我们有没有 把握 遇到 很难受 能够遇到的 那都是大福报 临终 有那么多人 祝念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 一定要 一定要 警觉到 灵敏宗师 不需要 忍住 自己 欲吃 食之 我这一生 当中 看到 听到的 四个 没有 凌终 地形 老火上的 土地 过路 走的时候 没人之劳 那是 欲知 实质 自在 往生 在极乐 是 开戒 修 无法 是 真的 你往生 那是欲知 实质 自在 往生 那是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佛光山 隔壁 有个小镇 那 有一位 在家的 老巨师 女巨师 站住往生 没人做你 他走的时候 不告诉任何人 告诉人 怕家里人 扰乱他 不走 不说 第四个是 在美国 旧金山的时候 甘老巨师 告诉我的 他的一个 好朋友 往生 坐着坐 坐在床上 大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老太太 每一天早晨起来 坐家室 给儿子 媳妇 孙子 准备早餐 这一天早晨起来 没人做事情 所以儿子 媳妇 觉得很奇怪 这老太太 今天怎么睡着了 推开房门 一看 坐在那里 叫他不答应 一看 走了 不晓得 是几点钟坐 而且 把儿子 媳妇 孙子的 校服 都做好了 放在床边上 还有一处 交代得清清楚楚 至少 三个月之前 他晓得 要不然 他怎么做的 走得真自在 这些人 为什么能做到 没有别的 真放下了 我们今天念佛 为什么这么困难 没放下了 一样都没放下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病在什么地方 要对真下药 那我们今天求 要像这些人一样 求个自在 往生 不能有依靠 有依靠的时候 万一靠不住 怎么办 这个不能不想到 我们看到 有些人 是可以有依靠的 他不要 他走得自在 他走得很干净 一点都不麻烦 让别人给他处理 那么最近 东北 刘淑勤 居士就往上 发行 跟大家做个证明 他也有十年寿命 不要了 表演一个 欢欢喜喜 笑着做的 做到 而且时间很短 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完全在我们自己的用心